记者王景义花莲报道 台积电首发花莲专案观光列车 今天抵达花莲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董事长张树芬率领超过700位台积电员工及其眷属 共同搭载首发列车 以实际行动支持振兴花莲观光 新政院政务委员陈美龄 东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许战胜 花莲县长傅昆奇等人都到花莲车站迎接 车站附近店家也相当开心的说 好久没看到站前这么多游览车排队了 谢谢台积电 首踢次两列普优马号火车共16节车厢 由新竹发车中途停靠台北 然后直抵花莲 在两天一夜的家庭日活动行程当中 台积电员工及眷属将品尝当地小吃与美食 并且游览特色景点 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海矿探索馆以及花莲观光酒厂等地 张淑芬说 台积电向来适宜行动走入灾区 要让大家知道花莲是安全的 到6月底前合计会有近7000名员工到花莲旅游 台积电各厂处也启动花莲公益团购行动 购买当地名产自用或赠予 团购折扣也将捐赠给花莲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为花莲地震灾后 重建专案进行的募款 自2月12日起至3月16日截止 日址总金额约新台币5700万元 其中包括台积员工与台积公司捐款共约4100万元 外部捐款包括个人 三美及其会员 其他企业共约1600万元 以达成预估修缮需求金额的目标 因此此次募款已结案 感谢社会各界响应台积电慈善基金会震灾计划 慈善基金会办手里也将结合花莲在地产品 包装花莲米再加上祝福小卡片 作为今年志工大会的年度礼品 为迎接台积电观光首发专列 花莲建政府以原著名歌舞表演 热情迎接台积电首发观光列车之贵宾 而车站外面停满20多辆游览车 附近店家都相当开心 只说从中客衰减后 车站前已经很久没有排满游览车了 地震后更是萧条 谢谢台积电 县长傅坤奇说 谢谢台湾的龙头企业 以行动为花莲观光注入火水 这次地震影 想花莲食材 观光十万个家庭 希望国家能跟台积电学习 以行动爱花莲 给花莲更多支持 协助 共同支持花莲早日重建家园 恢复正常生活 不许可怀 不许可怜 家庭有特别人你用了 不许可怜